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玩这个狼人杀嘛 其实拿狼人牌的时候 会特别的认真的听真预言家的发言 然后在他的发言中去找到漏洞 并把这个漏洞扩大化 然后去输出给别人 但是反而你拿一个好人去听预言家的发言的时候 或者听汉跳狼的发言的时候 你可能更着重去听他哪一点打动你 而对他所聊暴的点 其实关注的程度没有那么大 然后我认为11号牌的那个发言 没留景会留是我可以接受的 但是后制备 这几个人起手1号牌2号牌 包括这个7号牌 一直在利用这个去打11号牌 那你们怎么没有去聊10号牌 聊的不好的点 那3号牌都能点过 12号牌起手说 你就是奔着茶茶 你什么流反水不能 感谢可可的 发金水就是直接发茶茶 那你不是默认白天咽人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你8号牌 不管是投我还是不投我 你都是死票 那你不就是知道 我8号牌你骗不到 你与其现在给我 保我一手 然后我一会再给你一嘴吧 还不如就直接给我打死 这就是 我认为的一个心理层 然后很多人 可能好人会有 心理质疑的点是 那10号牌昨天已经 拿一张狼牌汉跳给11发茶茶 那为什么在这一局 还要拿一张狼牌 给11发茶茶 觉得不太现实 那你自己设身处地 想一想 假如说你 拿了一张狼牌 然后可能是个狼牌 现在要发茶茶 你还感觉 你后支位这个好姐妹 像一张预言家牌 你有两种可能 第一只点那啥他 给他点出局 你也血转 你没点出局 没骗到别人 你自己出去开一枪 也血转 那我要是他的话 我肯定还是给11发茶茶 所以说 我认为70是个狼 10是个狼 我认为 三和五的心中历程 其实跟我很像 所以说我觉得三和五不像 然后我认为四号牌 像好人点 是因为一号牌 说一个 11号牌没利 4号牌赶紧在那拍大腿 因为我认为一号牌像狼 我觉得四号牌 跟一就不认识 所以说 17 10 有可能是2 或者是这个9 然后 今天听11的归票吧 你要是不想归这个10 你可以归这个7 归这个1 你自己决定吧 你自己决定吧 然后你10号牌 你已经打不了 外置为任何一个位置 因为7是你的队友 你自己是个冤家 你不认他是个好人 他打的狼坑就只有是 什么 38 11 12 那今天就出12 那你要不听他的 你有自己的意见 那就说明什么 你觉得7玩的菜呗 你觉得7拿一个好人牌 找不着狼 那可以 别的没什么了 我底牌是个好人 我想沾边11号牌 我过了 梁小松这个位置 有一点可 就是 可取的点 就是特别好的点 是因为他打 他打死了1和7 就是1和7 就是你 你就是 这个游戏是 倒勾狼 狼人杀游戏啊 你们就是 这是金句 玩倒勾狼的时候 尽量 去打场上好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站边的是 真语言家 你打场上的好人 那么好人容易站错边 但你是冲锋狼的时候 就去往死里 揍你的倒勾狼同伴 因为这样 你像8号人家这个位置 他打死了 1号和7号 这狼同伴 他这个位置很好 排狼坑 三张狼人牌 17 10 三张狼 打一个原家 两个狼同伴 这样的好处是不触敌 当然了 他还额外打了个2 因为 你打了2号人家 但凡2号人家 不太会玩 他有可能就站队边了 懂我意思吧 因为你是站边 汉跳狼 所以你就尽量 不要乱打 外这位好人 包括汉跳狼也一样 就比如说 有个人 他不站你边 你打他 他就可能一辈子 都不跟你站边了 他的票 因为每个人的配置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时候 冲锋狼 去打死自己的盗钩狼同伴 而盗钩狼 去打场上 可能会站队边的好人 或者那些站错边的好人 让他站死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在第一轮里边 什么最重要 感谢K网的续费 什么最重要 票最重要 在狼人杀的游戏里边 永远在第一轮里边 票是最重要的 只要能够票够 狼人就冲 爱冲起来揍 因为狼人杀这个游戏 跟杀人游戏最不同的点 是因为狼团队可以团结 四张狼人牌夜里互相见面 他们可以一致的投票 而杀人游戏里边 警察是也见面的 警察也可以冲票 而在狼人杀里面的好人 为什么说就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预言家跟场上好人 不见面 很容易被别人 真的很容易被别人骗 就是如果观众里边 有玩狼人杀 也玩杀人游戏的玩家 就会有特别直观的 这种感受 当然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以前确实是杀人圈 特别有名的一位杀人玩家 只是我隐姓埋名 当然那个时候 也确实杀人游戏不太火 没想到我转型狼人杀之后就火了 也是藏不住的锋芒 所以说杀人游戏和狼人杀 确实存在的某种意义上的不同 我是要战边那个10号的 我觉得是3号8号1112 因为点完 3 8 11 12之后 这4个狼坑就一定会锁定了 这4个狼坑就一定锁定了 我说一下为什么会打出3 8 11 12的票 首先 首先 打出3 8 11 12 里边的两张好人牌 大概率会站错边 因为 王宝宝是好人 小黑是好人 我去打他们俩 加上8和11一起打 他们就会下 因为我这个狼坑在他们的视野里面 会认为我身为老人牌的合理性 所以他们会站错边的 就是我站边真语言家 打32 会让32站错边 这是第一点 我这样玩 可以让 至少现在已经能 大概能让两个好人站错边 其次 3号玩家是张银水牌 3号玩家是银水 我7号玩家在这个位打了3号 那我在女巫眼里 我就更像是个狼了 那我站边的是10号 所以女巫也有可能 通过我这个狼坑一起站错边 所以这盘连带着3和12 没准还能把女巫的票一起骗了 所以 这个狼坑打出来是无敌的 甚至有可能还能找到女巫 所以为什么要打银水 就是在这个位 因为我的命不重要 为什么我能这么汗起来 打的原因是 因为我是小狼 我不是大狼 我不是狼腔 我就出来送了 无所谓的 所以 所以我当时想的 就是连银水一起揍了 让3和12站不对边 外之卫有女巫 女巫一起站不对边 3票挂在10号身上 那我们 就其实优势就挺大的 我当时是这个想法 因为 因为其实是 你看你们前面谈过的东西 那我觉得一个员员家 那他怎么 你们不能说他没有留 景辉留 他还能反而更能当成员员家 这我是不同意的 因为 所以一张员员家来讲 那景辉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必须要留的 那11号没有留 那确实是他的问题 虽然说 确实像我号家所说 他留没留 景辉留 那跟他的底牌 确实不够成直接的关系 但至少要减分吧 对吧 而且 我觉得11号玩家是张狼枪 因为首先我认 10号玩家是原家 10号玩家 其实算是 在这个位置 精准的 查杀到11 11属于原地起跳 那他为什么要原地起跳 因为我觉得只有在 拿张狼枪的时候 他才会原地起跳 因为12号 因为在我认为 这个狼坑一样不会错的 就是38 11 12 因为12号 作为11号的狼同伴 如果12号这个位置 他是一张狼枪的话 可能11号就不跳了 随便标标水 12号玩家 因为本身上一盘 10号已经 查杀过11号 那这一盘 10号又查杀11号 11号完全可以补跳 让12号来补跳 但12号 景上的发言说的是什么 12号景上发言 他其实是首先 他给我们展示的视野 是他希望 11号人家出局的 他说了 哎呀 我觉得 那个11号人家遗言特别好 他是希望 11号人家先发遗言的 那在12号的意愿里面 他是希望 11号人家先出局 那作为同伴来讲 他希望12号 希望11先出局 说明11号一定是狼枪 所以我觉得 那12号聊到一半之后 他为什么就去 因为他前半段聊 是不信视野的 后来他就去站了11边 包括这一轮 11号让12号先发言 12号人家也没说出来 他为什么要站11啊 也没说呀 对不对 所以12号人家 一定是张小狼 我这边 我盯票想出12 因为我认为 出12 对 因为我认为 3号人家那个位置 哦对 3号人家你说 你这轮 你井上说 你这轮有可能站错边 对不对 那你现在是要站谁呢 你要站11 那你又说你会站错边 那你的票头12了今天 如果你是好人的话 对吧 你觉得你会站错边了 你现在要站11 没错 是站错了 那你今天头12 我在这个位置 提前归票 归个12 因为我觉得归11 归不出去 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就是3 8 11 12 因为 那8号人家不用说了 我井上就单点了8 我井上打5 其实是随便开个玩笑嘛 对吧 虽然会有那么一些嫉妒 但是 但是这也被大家看出来了 那我也就承认了 但是确实没有 真的觉得5号人家 底牌是张狼 去打的5号 那至于其他的你们后 因为我不知道8号人家 还会掰住什么 但我基本上我觉得 8号这盘 BH张狼人牌 所以就是3 8 11 12 今天我觉得 我反正自己会挂12 如果10号 但是我还是会跟10号人家投票 10号人家定死了 出11 那也没办法 出张狼枪 让11号人家去带 但我觉得不如先出小狼 我是这个意思 6号人家也去站边 11 但我觉得6号人家站错边了 我觉得6号人家是好的 我过 我这个位置 为什么去分票12 是这样 在有狼枪的板子里面 是可以分票的 因为我为什么要分票12 其实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其实就为了让小黑 直接出局 因为 这局如果真的能把轮次 改到12的头上 那 那其实外置卫的小黑 那别人可能就不出11 就是如果外置卫人信我说的 他们真的信了11号是个狼枪 那真的有可能不出狼枪 就去出12号 感谢旺旺的权杖 我今天这权杖也包不成 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是一点 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这个位置 其实总体来讲 出12的话 小黑就一定会认死了 我是狼 他就一定会跟圈圈 绑到底 就是他这票一定会帮圈圈出到底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然后还可以为之后一些事情做铺垫 铺垫什么呢 就是可以有些玩家像我 就是当这游戏要一圈发完言之后 你要听 狼人杀这东西要预判的 因为现在到我发言7号这个位置 我大概应该点点票 比如说他的票会投谁 他的票会投谁 点点票之后 如果投反水的人票很多 我就可以投圈圈 但是如果势均率敌五五开的情况下 我这个票就不能投圈圈身上 因为我 我虽然是张盗狗狼 我要投 帮着真云人投票 但是如果就恰恰 因为我这个票出局了 会很蠢 这种行为会遭人骂的 你知道 就是这种行为真的会 遭到狼同伴骂的 但是你有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票怎么投 那好 这个时候我出了一个备选方案12 所以当不知道 算不清楚 点不清楚票的情况下 就可以分票 把这个票投到12身上 就很舒服了 所以大概有一个这样的 这个用意 我们下期见